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搅拌成这种面絮状 加入15克食用油 把它留成面团 要多揉一会 揉成这种偏硬适中的光滑面团 不用饧面 直接搓成长条 再分割成大小均等的小面剂 再准备一个盘子 刷上食用油 把面团倒放进盘子中 每个面团上面刷上食用油 盖上饧面白小时 准备一个胡萝卜切成片再切成细丝 碗中倒两个鸡蛋浇散 把鸡蛋液倒入热油里 用筷子快速的搅拌 炒成鸡蛋碎 这样就可以了 放凉备用 再把花中水烧开 搅一勺盐 一点盐 放胡萝卜 抽水一分钟 再把它捞出来 装盘中备用 再把瓶锅清洗干净放入锅中 焯成两分钟 再捞出来过一下凉水 然后控干水中 切碎 再把胡萝卜丝取出来 切碎 再把鸡蛋碎也加进来 准备一把小葱切成葱花 多加一点食用油 两勺生抽一勺蚝油 适量的胡椒粉一勺盐 搅拌均匀 我们的馅料就做好了 面也饧好了 把盆子里面多余的油倒在面板上 抹均匀 再去入一个面团 用手轻轻拍扁 再用擀面杖擀长 再擀宽 再放上做好的馅料 然后对折下 把它包起来 像这样就可以了 再从一头卷起来 一边拉伸 一边卷起 把接口按在下面 这样我们的生坯就做好了 热锅倒油 用刷子刷均匀 打开馅皮模式 放入饼坯 上面刷一层水溶油 防止水分蒸发 煎三分钟左右 给它翻个面 再煎三分钟左右 反复翻面 煎至两面金黄 用铲子按压不塌陷 就已经熟了 小部分的苹果鸡蛋饼就做好了 表面酥脆 饼皮像纸一样薄 里面的馅料也是非常的鲜香 非常的好吃 喜欢你就试试吧 欢迎点赞 转发评论加关注哦 感谢您的支持